好 主播我们持续来追踪 彰化北斗这起严重的民宅火警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了 这起火警总共酿成了 三死二伤的这个悲剧 那其实在这个民宅里面 我们刚刚有说到了 这里面都有出租套房 那其中在一楼的一对母女 因为他们的住处被烧掉了 那搬进来还不到一个月 连这个交通工具也都被烧毁 那他们也表示 因为钱财什么的 通通都被烧掉了 所以他们陷入了困难 所以刚刚稍早就慈善团体 以及社会局到场要来介入安置 让他们晚上至少东西吃 有地方可以住 那另外其实我们也讲到了 其实在上面也很多外籍移工 那其中有一个外籍移工 听不懂中文 不过他有听到外面的这个呼叫声 才赶紧跑出来 来捡回隐秘 那刚刚他也是来跟这个 救命恩人道歉 以上进行消息